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哦 今天有很棒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哦 我们之后即将送出价值2000块钱 这个是Dotterwood的超逆宁抗皱修复霜 这瓶擦好用哦 我用很多年了 用完皮肤很保湿 而且有弹性 有除皱功能哦 你持续关注我们 我们会在订阅满500的时候 会抽出幸运了哦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要来吃的这一间 是很特别的一个 水饺店哦 它的水饺啊 的饼皮啊 都是有口味的哦 你看那么漂亮的水饺 的外皮 然后 还蛮特别的 所以我就想说 介绍给大家 这里的水饺 有很多的口味 韩式泡菜 黄金泡菜 还有竹炭三杯鸡水饺哦 相当的特别 而且价钱合一 这里的水饺 这里的水饺是煮炭三杯鸡 还有红菊 韩式泡菜 各种的抹茶 还有抹茶肥菜水饺哦 我们的酸辣汤来了哦 那我们来试吃看看 这个酸辣汤好不好喝哦 它里面的料非常的多 感觉很好喝哦 嗯 嗯 还蛮好喝的 酸酸 咸咸的 豆腐也很好吃哦 这个酸辣汤 这里还有 佐料是自取用的 还有滴的酱油 它的自制的酱油 哇 感觉好像 很特别的酱油 用点辣椒 还有 还有 胡椒粉 好 那我们的水饺来咯 超特别的 它颜色还蛮五颜六色哦 那这个的话 它这个是 蛮特别的 叫做竹炭三杯鸡哦 然后 这边的话呢 是抹茶韭菜 很难想象抹茶跟韭菜 滋味会是如何 然后 再来是 姜黄洋葱玉米 这个很养生哦 姜黄对身体很好 怕冷的朋友都可以吃看看哦 然后再来是 红菊 韩式泡菜 红菊也是很养生 搭配泡菜 我想 滋味一定很棒 我们赶快来试吃看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我们先试吃的是 竹炭三杯鸡口味的水饺哦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看 我们的水饺哦 你看 这个真的超特别的哦 这个就是竹炭三杯鸡水饺 从来没有吃过 我们来吃看看哦 再搭配一下他们的 獨家的酱汁 这个点水 嗯 它 它里面的三杯鸡 超多的 然后 独特的 餃子表皮 然后搭配三杯鸡 嗯 真的超好吃的 里面的三杯鸡 味道真的超濃密的哦 很特别 嗯 真的超好吃哦 因为我超爱吃韭菜茄奖 可是这个很特别哦 它的表皮是 它是有加抹茶 应该会更清新 我们来吃看看哦 真的很好吃 它的 吃起来是有吃得到抹茶跟韭菜的香味 嗯 一定要来尝看看哦 那现在我们来吃我们很温暖的水饺 可以看一下哦 它是有红黄的搭配颜色 然后这个呢是红橘泡菜水饺 很特别吧 那我们来吃看看哦 嗯 它的泡菜 真的好香哦 然后还有红橘 非常的养生哦 我觉得它的绝妙滋味 真的是别的地方吃不到哦 那我们刚刚吃完我们很特别的黑炭 还有抹茶口味的水饺 现在我们要来吃这个 又是一个很棒很特别的口味哦 这个是姜黄洋葱玉米水饺 超长的 真的不好记 可是感觉一定很好吃 哇 它真的吃得到 满满的洋葱跟姜黄的味道哦 然后 你可以看它的肉非常的 飽满 真的好好吃哦 一定要来吃看看哦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 老板自己做的黄金泡菜哦 而且还有韩式泡菜 它们是 双门为台湾人的口味去设计的 所以说 这一间应该是很多台湾人 都会喜欢的哦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道是我们的黄金泡菜 它说它是用蒜头醋去做出来的哦 所以外面一定吃不到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来试 那我们这一道韩式泡菜是用水果去发酵出来的哦 这两道泡菜 绝对会让大开眼泡 而且非常好吃 而且开胃哦 而且开胃哦 这个老板 独配的独家酱汁 这个超香的 然后搭配水饺的 沾起来 真的是绝美的搭配 我们现在来吃一下它的黄金泡菜好了 嗯 里面有那种水果的味道 然后甜甜的香香的 就很开胃的感觉 吃了都还想再吃肉 然后接下来是韩式泡菜 你看有一种 一般比较 像是那种 发酵过的 水果的感觉 的味道 然后天然的感觉 然后也不会太死咸 然后也不会太甜 就很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哦 好 我再咬一口 太好吃了 这一个人 不小心把我的睡觉 吃光光了呢 这一家位于嘉义市的 小笼包还有水饺店啊 真的是很特别哦 他们的水饺的口味 是一般看不到的 所以如果全台湾的朋友 摇下来嘉义玩的话 可以考虑这一间水饺店 真的是很特别哦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哦 拜拜 我看你 看你 看我吃光了 看我吃光了 可以 大家看我吃光了 对不起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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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